买回来的花养着养着就出现各种问题 那么这期就跟大家看一下真正的原因所在 大家看就是这个土养 一般华为市场买回来的花呢 它都是大批量种植的 所以为了节约成本用的土养都会比较差 像我这一棵的话明显的是用这种黄泥土 这种土养在大棚里面养殖 经过控温控水控湿度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到家之后就没有了这种环境 那么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花养好 买回来之后最好是给它换土 但是如果不是换土的季节 比如说春季秋季 那么给它换土也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来改良土养 这种微生物菌剂呢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效火菌 还有枯草牙包钢菌有机制 那么这些有机制可以改良土养 让土养疏松透气 这种枯草牙包钢菌呢 又可以提高抗性 抑制有害菌生长 培养一些有异微生物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土养就会变得疏松透气 那么根系才会长得发达 我们继续每个月给它埋上一两勺 慢慢地改良这个土养 那么土养改良了 根系自然生长的旺盛 就不会容易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刚从花卉市场买回来的话 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土养 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的土 或者是其他的粘土 一定要用一些有机制来改良它 这样才能不会出问题 好了 我们下期见